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買了泡沽汽水 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沽汽水 當然是趕回家聽映畫春秋啦 好 又回到映畫春秋啦 今個星期的電影 削還削 總會有人看了今個星期的電影 我覺得很艱難 我還看那套不算是電影 而是動畫 這套在宣傳上都算不錯 都拍得住之前同樣的《多拉A夢》 其實現在也有《多拉A夢》的大紅電影 不過我們也沒有看 這套就是 我知道是《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的電影來自意大利的少年 我們總有幾個人 少年時代都會看過《小丸子》 雖然目標不是我們的 但我們看得很幽默 當然歸功回當年無線的配音組 它配得那麼全神 但其實是否香港完全沒有《日語》《原音》照片呢? 沒有 沒有 你想想想 因為作為一套日本動畫 在香港照片 它又不是宮崎駿的 其實這些小品色的電影 其實它的觀眾是有限的 還要放《日語》版是否想自殺 那可能有些人是想看《原音》一兩場也好 但我發覺其實應該沒有 但是不是連《多拉A夢》也是沒有《原音》版的呢? 我相信也沒有 真是 真可憐 是啊 如果要看《原音》版當然要去日本 其實我去年年尾的時候去日本 我看到已經有一些《小丸子》大電影的這套 來自意大利的少年的傳單拿的 那時候我是不為意這套是什麼 這次就是《中國3D》去發行的 《中國3D》近期都有《道火新聞線》 好像每年總會有其他動畫都是《中國3D》搞的 我一向都很少看的 那就是 我的年紀比較大 但因為《小丸子》也值得一看 因為之前的戲院也播出了一些傳單 都算是挺吸引 那為什麼這麼難得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無線》的配音組都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這幾年來都比較低落 但這次《中國3D》發行《小丸子》電影的廣東話版 他真的找回大部分當年在《無線》配《小丸子》的配音員 去幫這套電影版配音的 那另外就好像說因為這套戲 他那個《華語區》的發行 現在就是有一間公司去搞的 那間公司其中一個老闆就是阿汪東成 阿汪東成 我忘記了他什麼台灣什麼組合 《非倫海》 阿汪東成是代理了小丸子產品的法學 所以他也有份去幫這套電影配一個角色 那汪東成是真的用廣東話去配音的 但會不會聽不明白他講什麼呢? 不會 聽得到的 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之前我在韓國看《吳語心濕道》的《劍語》 鄭宇成是用他的原音去演繹《國語對白》 那我是完全聽不到他講什麼 有字幕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韓文字幕來的 其他演員我都聽得明白都可以的 我唯獨鄭宇成是要猜的 但因為這次他的角色 是要講一些歪歪的廣東話 去配合他的角色 所以其實都很適合 那講一下這套故事講什麼呢? 其實《小丸子》是很平淡的故事 你不要以為你是什麼驚天動的東西 現在《小丸子》是一個新髮型 還是以前的舊髮型 都是那個舊髮型來的 因為我曾經說電視已經轉了新髮型 你是真正版還是動畫呢? 動畫 我看見以前都是那個頭 那個時盒蓋 也是那個 大家記住 這個《小丸子》的時空永遠都不會改變 小丸子永遠都是一個小學生 和那筆小生一樣 永遠都不會畢業 永遠都長不大 長大了就完 話說就是 那個故事就說 《小丸子》就說 《小丸子》就說 《小丸子》就接了六個 外國的交流生 在家裡住 來自不同世界 不同地方的人 就說到做國際交流 就問同學 可不可以收留這些外籍的小朋友 一開始每個人都排外 說家裡不夠大 我不懂和他溝通 但見到他們都覺得 都可以的 《小丸子》應該 他自己的家裡都已經放了六個 有得 六十個都可以 我相信 但他就唯一人負責一個 《小丸子》已經收拾了一個美國同學 在家裡 其餘那些就包括 巴西、香港、印度 《小丸子》 為什麼《小丸子》不收拾幾個同學回家 就那幾個交流生 他覺得要玩大家一起玩 其中一個來自意大利的男生 叫做Andrea 他一見到《小丸子》就好像 三隻貓油眼那樣 就說我要去你家裡住 我喜歡《小丸子》 就是汪東成輩 小丸子很震驚 覺得這個男生為什麼這麼繁交 經常都纏著他 後來這個Andrea就說 我一定去《小丸子》的家裡住 我喜歡《小丸子》 我不喜歡《演美》 搞到《演美》同學狂哭 他就面為其難 接濟了他家裡住十天 其實十天就完結了 這段期間他就改觀了 他發現這個男生不僅有禮貌 而且來日本也有一個目的 其實是怎樣呢 自己有興趣進去看 這套戲就不是劇情很波動的 純粹是一些溫馨小品 那如果《小丸子》都要玩劇情波動 扭招 應該是小朋友看不明白的 是啊 但是在我現場看 很多都是聖人 但是到我都笑得出聲 為什麼 因為既然他都說 找回舊時無線公佩音組 當然也有保留陳欣做的龐伯 偶爾帶出一句很幽默的說話 有人覺得看得挺開心 其實《小丸子》它真的不是什麼大製作 如果我要看什麼3D 看一些層次分明 或者更加厲害的 可能近年就看《新凱城》 看《細田手》那些動畫 很明顯是不同的目標 如果那些就 應該說真的分得小一點 那些叫做動畫 算是這些可能歸類為卡通 即是靜態一點 甚至其實畫面 都好像小朋友畫那些畫 但是這些是一些 他既定了的標準 這都當是他的特色 如果這些真的 對小朋友看 你反而太複雜太豐富的話 其實他們未必吸收得到 而且他們不會說 真的這麼集中到 可能這套戲 當他幾十分鐘的時間 都未必坐得定 所以其實有時候 簡單點是適合小朋友看 而且他會盡量把故事寫得簡單點 因為其實這次 來自意大利的小年 講那個男生 算是一些尋找故人的故事 好像十兩鄉 經常都要找老母 不是找老母 這次就說 他也不怕說少少 他說他的爺爺 年輕的時候 來過日本做攝影師 和當地人找得很熟 他是想找回爺爺的朋友 因為爺爺已經過世了 這段好像在找回過去的東西 這些都不是錢的 小朋友會不會看不明白 都不會看不明白 都盡量很簡單 不會牽涉得很複雜 當然也不排除 一些年紀小的小朋友 不會看得不明白 因為在場都有些小朋友 叫囂 很明顯就不集中精神看 一定會有的 但是大人就是絕對收貨的 也都不會 小姐姐從來你都不會覺得是低B的 是不是 不會是的 低B 應該都不會的 不會不會 另外如果香港觀眾 他除了欣賞套動畫 也會欣賞那些配音員 自己說的對白 因為我們很親民 我們很多年前就是看無線的配音 當然 因為這麼多年來 當然有些配音員 比如說離職 或者是過世 那些就沒辦法 沒辦法 例如林保全 袁家祥 你真是配爺爺的配音員 你只可以找一個類似的配音員 幫忙配 但感覺依然是在 都沒辦法 因為始終 不止香港 日本方面都有 因為叮噹 好像叮噹當事 都搞了這麼多年 沒辦法 真的要找一個新的配音員去做 這些都無可口非 對 還有這次他又特地找了一些藝人去幫忙配 但其實出場不多 未必聽得到是他們配 譬如找鄭欣怡 張健昇 那些 因為張健昇是中國3D的藝人 幫忙配 幾場 汪東城佔的氣 佔的聲音 其實都幾多 你說他又不是廣東人 他說廣東話 會不會聽不明白 又不會 因為他 他都很努力 因為我不知道他本人 會不會說 其實 因為當年他們的組合這麼紅 都多來香港 可能做一些功能 簽名會 演唱會 那些 怎麼都有代定幾句旁下身 杜佩幫我們寫的配音 對白 他都盡量簡單為主 要配合那個角色 即是 適合日文 原版是適合日文 但是人家是很流利的 他就盡量講得簡單一點 簡單直接 大家都明白 演員他配得 都配得舒服 都好的 但是 如果這類型 找回原音配的動畫 可能 漫畫卡通這些 就可能 遲下越來買少見少 因為始終 可能我們和現在的小朋友 就已經 不同一個世代 遲下可能 香港不會播小丸子 可能就是播妖怪手錶 是啊 因為 我們那個年代 即是 我十歲 十幾 十歲以前 開始已經看無線的卡通片 這麼多年來 都是聽著那些配音 給我們配音 小丸子已經比較後期 早期的一大堆 包括聖透視聖刺 可能一說 有人說 林保全 保全叔配 這個子龍 當年 每個人都知道 他的聲音是屬於哪個人 我們真的是 這些是集體的回憶 所以其實 你說小丸子這個 雖然是兒童 針對兒童市場 但是其實 它吸引一些 好像我們這些 已經過了30歲的人 入場體 其實是 不奇怪 還有現在的小朋友 這麼忙 他們有沒有時間 看卡通 可能會還要玩 Pokemon Go 可能會過了 Pokemon Go 可能是他父母 稱他下去三個時候 玩的 他是沒法玩的 還有現在 無線的影響力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所以 現在的年輕人 就算是再看寵物小精靈 或者小怪手錶 他都不會覺得 配音員是一個重點 可能沒有那麼親切 甚至乎 換了人 他都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所謂 都不常常看 那時候我們那些 說那些人很生氣 為什麼不肯 以前那些配音員 明明還在你那裡做 以前有些 甚至乎有些卡通 你不知道什麼 是無線播過 亞視又播過 可能你看回亞視那些 都總是 不聚財 總是不聚財 總是不聚財 總是覺得差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是 那一來可能真的 亞視當時的 那些配音員 不知道聽到話聲 好像差一點 哈哈 那這個沒有辦法 是啊 其實 因為這次我 我不知道內情 但是中國3D要找回 一些無線的配音員 進去配 其實都應該做了很多 因為有些人 依然跟無線 合約在身 可能有些要跟無線 談 有些就要邀請他出生 那些時間 因為這套東西 很明顯是沒有 這個TVB logo 很明顯是 TVB沒有錢 沒有份拆帳 沒有份代落袋 當然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其實 要請得回這套配音員出來 其實都相當難得的 那不可能 他都要 塞些錢給無線 才請得回 都要他肯可以放人 是啊 那麼 小院子那裡都差不多了 好吧 那一會兒回來講其他戲 十二 二 一 一